来到严正社区可以看到小朋友们都相当开心 这是由乐林中心办理的茶道课程 提将祖孙代监共同学习 也让孩子们可以从小学习泡茶的代课礼仪 如果长大的时候可以教别人泡茶 我喜欢泡茶 我觉得很有趣 我看电视就是看到有一些古代的 然后就说招待客人他们都在泡茶 我就问妈妈说泡茶怎么 那于是妈妈就让我来学 我觉得奉茶的时候比较有趣 因为那个奉茶的时候 你会要奉茶给别人喝的时候 要说请喝茶 而且那些人对你对我说谢谢的时候 我会感觉心情很好 竹山也为产茶重症 对此总干事也表示 学王透过这样的课程 能够推广在地的茶产业文化 我们这个茶道课程是属于祖孙代监教育 那因为这是我们的热灵计划 今年已经是第三年在举办了 所以我们从年满三岁到我们的六十几岁的阿嬷都有来学习 希望客人到家里的时候 小朋友有一个奉茶的动作 让长者觉得很窩心 我觉得课程很好 就是让小孩子在这边学习如何泡茶 然后回去的话可以泡给爸爸喝 泡给姐姐喝这样子 医院吴瑞芳认为 小朋友们透过学习茶道 能够提升学习的注意力 对于课程也是相当肯定 严正社区发展学会 基盘茶道的延续 给这些乐龄 这些阿嬷 这些孙子 都可以学 如何来泡茶 因为我们这里第三岁是第一山区 有需要去把茶道 可以来发扬光大 让大家都喜欢泡茶 可以来多多泡茶 然后对我们的身体非常好 习得泡茶技巧 能够凸显竹山茶的好 学好凤茶礼仪 能够扎根代课文化 茶道的学习 在产茶的竹山绝对是重要的 议长和顺丰也期许 县内各产茶乡镇 能够注重茶医教育 为茶产业加分 明义雄与雄心仪竹山采访报道